作曲 李永俊 作曲 李永俊 李永俊 麗品 李永俊 李永俊 麗品 Roxy 作曲 麗品 李永俊 作曲 麗品 你是被音樂嗎? 還是覺得就是持平 還是你覺得它會找到新的出復 我覺得是這樣 網縫跟電視都是在下滑的夕陽城 那麼電視現在在轉機崗的平台 所以現在大家都不再看 要守著世界打開電視界的那種結局 傳統廣播我感覺上 它在媒體特色仍然有不可取代的補合器 就跟自來水打開就有了 這東西還是挺方便的 然後呢在很多時候你不會想開電視 你開車的時候不會想開電視 你還是會聽廣播 廣播還是在某些情境有可能會需求 但需求很小 這個需求量挺越來越小在萎縮 可是我不覺得它可以萎縮 我不覺得廣播會萎縮到消失 沒有 它還是會有的 就是說 像剛才詠欣在開始的時候提到直播 我不覺得廣播會走向直播 我不覺得直播會取代廣播 我現在人覺得它是兩個不同的事情 就像這個專業的運動賽事的部論員 跟一群鄉民一起在圍觀一場比賽 大概是不同的 他們很重要 那麼 網播就比較像是那個 實在業的運動 其實我這一年多了一直有 直播平台來找我 來工作 我都沒有答應 對 沒有答應 因為我覺得每次我一看到一些 那些小牛網紅 就是燈光跟那個妝髮都弄成這樣在直播的時候 這一定是最有質感的網紅啊 我覺得我沒辦法做到那樣子 因為阿桃利奇不是也那種挺不錯的嗎 他是國師等級不懂 我真的覺得要是音樂的感覺 我們可以解決 對 如果這個解決得來 我也許興趣會 可以去做節目 我會做多一點事情 是有可能 可以啦 你一定會自己 有些很上向的啊 謝謝你 而且他的衣服比我好看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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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